絕對沒有做任何強迫意願的事情 絕對沒有投票 讓你承受你這個人生 不應該承受的事情 真的很抱歉 對不起 我跟吳哥林先生是 在2017年認識的 目前那時要在一起 我要在這邊跟你慎重地再說一聲對不起 讓你承受你這個人生 不應該承受的事情 真的很抱歉 對不起 那今天是你的記者會 我想你有很多事情要說 所以 我就把時間留給你慢慢來說 如果之後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會回應 或是你想要聯絡我都可以 謝謝 因為現在是說不出來 然後我們要先緩息一下10分鐘 謝謝 他之前是自己的嗎 不好意思 我今天來他的事情 怎麼會突然來到現場 就是要跟他說對不起 我覺得沒有做任何強迫意願的事情 就是真的 我們當時就是在教我們這樣 那當時的影片是有偷拍的還是 不是 絕對沒有偷拍的 雙方是合理的 對 那他一當時也執勤 我們要怎麼做 不好意思啊 這是絕對沒有強迫 我是強迫 強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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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醫院的事情 就是我 沒有辦法想像 他要用這種 方式 方式 會不會擔心說 可能 法律上的一些問題 或許有任何問題 我都會負責任 一樣的說一次 我跟吳哥林先生 是在2017年年中認識 並且在一起教我們 然後那年我才16歲 他第一次違反我醫院的性行為 是在2018年的恆店 然後那一次是 他一樣早起 但他沒有去提前做他工作準備 他反而轉過身來 掀開棉被 把他的生殖器放入到我身體 我驚醒 堅定的跟他說不要這樣的行為 但是因為礙於提醒 愛於身材 愛於力量 就有後續的行為發生 事後我只能催眠自己 這些這一切 都可能只是成年人 在交往期間 自然而然 會有的過程 只是我當時還小還不懂 然後接下來是關於私密影片偷拍的部分 我記得很清楚 第一次發生在他家 然後那時候真是關折 我記得他們把手機 拿起來攝錄影 我很堅定的跟他說不要這樣做 他事後才把手機放下 然後那時候的我 還跟他打過勾勾 之後 真的不可以再這樣子了 我真的很不喜歡 他選擇跟我說 他願意做到 他遇了我這個情報 但這個謊言什麼時候被戳破的 在2018年的9月份 中秋節的前夕 我的私密影片 跟他的 在網路上被流傳開來 因為首先我根本不知道 會有這個影片的產生 雖然我已經跟他分手了 我那時候之前也只有跟他一個人 做過性行為這件事情 所以我跑去私訊他說 是不是 你什麼時候偷拍的 什麼時候錄影的 但他那時候選擇 回答我是說 他不知道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他不知道手機的影片怎麼會外流出去 他只有回答我說 手機可能在前陣子送修的時候 被有新人士盜取的資料 但這個行為直到五年後的今天 我依然不可以接受 我也無法接受 我也覺得這個理由就是在敷衍 就是在逃避責任 至於他昨天的回覆 有提到說 他經過了多方的調查 去求證了手機這件事情 那我想在這邊 為妍雅雯先生 這五年裡面 你到底調查到了哪些資料 請你進行說明 還是其實這個影片 就是你這個拍攝者流出的呢 這件事情不管怎麼樣 拍攝未成年的私密影片等等 就是違法的 請岩先生針對以上幾點做正面恢復 不要再試圖的混淆視聽 我真的沒有很魅力 他這些道歉不應該是我爆料之後 他才跟我們道歉 這是一個非常難過的點 就是他在文章裡面也有說到 他這幾年也有在試圖的調整跟改變 那在哪邊 是整個其他的受害者嗎 還是我不重要 那整件事情等被爆料出來後 才做道歉 這個道歉是可能 還沒有神秘的位置 我也覺得沒有必要 好